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等雨水一滴一滴一滴落下 剪散开的花花 我在等它 解开梦在眼前模糊那一层黑霞 我看见的是橙色的梦啊 会有点迷茫 会有点彷徨 但你和我并肩远处就亮了光 站在路口抬头仰望 就快要想起的太阳奔跑吧 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 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当雨水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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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 剪散开的花花 燃烧吧 所有的迷雾就在这一刻聚散吧 守着火吧 点燃天边的那片脚下 不再害怕 人总要自己长大 就算被打油一杯一杯狠狠装爽 别想把我激光 追不倒下 分离冲出阴霾 站在橙色天空下 我看见的是未来的回答 回答 你知道张杨在哪儿吗 还在广州吗 安全吗 安全吗 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呢 回家呀 你身上带起来了吗 机械的电话提示音 应和着坠坠不安的心跳 让我清晰地感受到 你对我到底有多重要 也让我懂得在以后的时光里 要好好珍惜你 所以这一次 忐忑给你 勇气给你 新年的第一个拥抱给你 只盼你能揣着一口袋的开心 满载而归 往后余生 往后余生 愿所有不安 都是虚惊一场 当我睁开眼 你就在我身边 你把我轻轻抱着 你把我轻轻抱着 说怕我走了 阳光落在窗间 吐温暖的季节 有你爱的晴天 从窗子飘落的枫叶 送你当书箭 陪伴着你如烟 让时间暂停 让我守护你 看中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 again, again 这是属于我们的约定 当我睁开眼 什么事 站 穿得这么少 不冷啊 我是陪我爸妈来接亲戚的 我和他们走散了 是偶尔遇上的 我们的预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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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想象的更喜欢他一点 他比我想象的还懦弱一点 这都跟你没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才是一起跨年的 这场雪很浪漫 像《青城之恋》里 那场轰炸一样浪漫 这些天我很开心 回开 干吗突然要请我喝奶茶啊 为了庆祝开学 所以你特意跑到学校门口等我 就是为了庆祝开学啊 开学这么开心的人 我倒是很少见 其实也不是为了庆祝开学 火车站那天 我就想请您喝奶茶了 可是凉了 所以就给你补一杯 周子盲 什么 我很幼稚 没错 你才幼稚 还有十分钟就打零了 你的小单腿跑回教室 大概有五分钟 加油 你不上课吗 我吗 我腿长啊 林怀 康祝 你先换个座位等下再换回来 你买了新的鞋地 对 放假去外地买的 一起听 这快要上早就急了 不还有这么多人没来呢吗 我一直忍着 就想跟你和盈辉一起听 听听吗 盈辉 这给咱俩 这给咱俩 看着特地 咱们能不能像他们的 这学的一种 我觉得最有道理 隐形的翅膀 对 每一次 都在 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雷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不去想 他们 永远美丽的太阳 你干吗 我们听歌呢 别捣乱 谁捣乱啊 我们也会唱对吧 是 我们也会唱 我也没听说 好想唱歌啊 那我们一起唱吧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最初的年纪 歌声 所有的 我终于看到 我终于看到 老师好 好 干什么呢 都在干什么呢 上歌铃声都响了 你们居然还在这儿唱歌 笑话吗都 说 是谁戴的头 要是没有人承认 你们全班集体受罚 老师 我们不是故意的 确实是没有听到 上课铃声 那是你戴的头了 是 是我 你还挺得意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特英雄啊 你 还有你们班 影响了全校的学生 这不是一件小事 你跟我走 老师 这件事不怪他 是我带头唱的 你们俩 一贯的组团犯错误 我看 谁也少不了 都跟我走 老师 不怪秦真 我也唱了 老师 还有我 干什么你们 在向我示威是不是 老师 凌晨 你是班长 你也要跟他们 一起捣乱吗 不是的 确实是我们班同学 都唱了 不光是他们的错 好 你先回去上课 这件事情啊 还没有完 之后再处理 都搜下吧 上次我强调的 重点段落 一会儿我要检查 下课来找我 下课来找我 你刚才不是挺厉害吗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我刚才实话实说 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唱的 总不能让秦真和壮杰担 这个责任吧 看来我没看错 我们两个是一类人 那秦真 赢回还有凌晨 都跟你是一类人喽 你记住 你记住 以后如果再有这种事情 就求助我 我会保护你的 怎么保护我 就是维护好你好学生的形象 尽量别让你受影响 这些不都是你的愿望吗 我就想努力学习 考个好大学 让父母跟老师借大欢喜 就行了 我知道了 你还记得我说的话 你记性正好 对 我记性好到 如果我好好学习 肯定不比你差 周周 怎么了 施老师让我们赶紧 去他办公室一趟 肯定是周八皮 跟少时高的状 你笑什么 第一次叫周老师周八皮 是不是很解气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个 万一给我们处分呢 被我爸妈知道就完了 反正呀 你记住我说的话就行 你们俩刚刚说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我是真没想到 这次闹得这么大 连凌晨和沈银回都参与了 老师 对不起 我们错了 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唱歌 也不该顶撞周老师 这次确实是我们错了 可我们真的是在承认错误 根本不是胡闹 如果周老师因为这个生计 非要处分我们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太小戏了 是 施老师 您别这样 我是不是特别不适合当班主任 所以才把你们带成这个样子 上课不好好上课 大声唱歌影响其他班同学 被周老师发现了 承认错误的时候 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们是不是心里觉得 周老师在小题大做 你们放学 把全校的厕所都给我扫干净了 才能回家 所以施老师 我们不用被处分了 我就说嘛 施老师和周班 和周老师就是不一样 一定会帮我们的 这就是周老师的主意 周老师也是为你们好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你快点进去啊 一会儿人家来了 你别耽误人家 这是男厕所啊 凭什么让我进去 而且不是两个人 一起干的吗 谁让你嫌我慢呢 你要是嫌我慢 你就自己来 你 要不咱俩都别干了 我请你喝奶茶 好 讨厌 周周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张阳不是和你一组吗 他怎么不在啊 他 你别提他了 我想问你个事 周周 你这个表情好像个烧水壶 什么事啊 你有见过男厕所 奇怪的结构吗 见过啊 你也去过男厕所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不会是 张阳让你扫男厕所了吧 我都把女厕所扫完了 她还没有扫好 我就催了她两句 她就让我帮她一起干 然后我就 就怎么了 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 你也像 张阳也是这样的 你其实不讨厌她的捉弄 对吧 不说话就是默认 我问你 你想过没有 张阳为什么总喜欢捉弄你啊 她也没有总捉弄我吧 张阳不是那种不讲道理 随便捉弄人的人 她这样做 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罢了 引起我的注意 可她已经够引人注意了呀 对啊 她真的挺好的 所以有时候 我是羡慕你的 羡慕我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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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啊 我就是想把这个给你 这是干吗 那天 喝奶茶 不是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吗 我想了想 就给你织了个手套 当做是弄脏你衣服的补偿 希望你能收下 我不要 有这个时间多做点题吧 那我还有话想对你说 其实我就想说你很棒 没别的了 什么意思啊 今天你为咱们班 跟猪八皮讲道理的时候 有条有理的 超级帅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是个特别高冷的人 但今天 发现你也挺讲义 话我也说完了 手套我就先拿走了 确实有点丑 我改进一下 我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刚刚看了一出送手套大戏 现在当然要采访一下女主角啦 对对对 采访就采访 我正大光明的什么都不怕 本来就是她今天做的事 让我刮目相看 比指挥学习的男神更有魅力 她今天确实跟之前不太一样 之前好像除了成绩 什么都不关心 更别说为了班级顶撞老师了 对 所以我觉得她更帅了 那庄杰还有张杨 他们不都这样吗 你怎么不觉得帅 凌晨是班长 又是尖子生 她从来不会跟老师顶撞的 今天为了咱们班 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你就代替全班同学 重新替她织了一副手套 不只这样 我还想跟她做好朋友 她平时独来独往的肯定很孤单 可也许大家都不太敢接近她吧 但是如果我跟她做了朋友 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说这个了 回宿舍吧 舅舅 你妈妈真的同意 你回宿舍住了 嗯 我上学期期末考试考得不错 而且假期还超过 完成了他们布置的任务 所以爸妈就同意了 那太好了 我正好有作业想向二位请教 三杯奶茶 我请客 你走就走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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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那儿吧 我最近买了好不好吃啊 好啊 你们两个怎么比周八皮还周八皮 天都黑了 让我休息一下吧 这可是你自己来问我们的 谁让你有那么多不会的 对 我们刚刚给你讲的题 你要多做同类型的 不然到时候还是不会 我说 你们两个是怎么做到 面对这么多系题 还那么有干净的 周周刚才还给我写了两种解法 我可不行 我看到题就想睡觉 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兴趣也要学啊 等高考之后咱们就自由了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高考是为了考个好大学 读个好专业 可什么是好专业啊 是自己喜欢的 还是以后出来能赚钱的 应该是自己喜欢的吧 那完了 我更没有目标了 怎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以前想当空姐 可现在想想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呢 上次收签 又会想当舞蹈家 你呢 周周 上次好像 没读到你 我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当初想的 跟现在不一样 那怎么办啊 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怎么学文灵 那就看优势科目呗 像我和周周文科比较好 所以估计会选文吧 我应该选文科 那太简单了 为了跟你们不分开 我也学文 咱们海拳SHE怎么能分开呢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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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静芒 你分开支援表挺好了吗 师老师让我收一下 还没 再等等 我明天直接给他报 也好 那我跟老师说一下 好 也对 确实学文挺好的 好 新年快乐 我笑着说 因为一直等着对你说这句话 所以在这之前 我都没有祝任何人新年快乐 当生命中循环往复的 第十七个新年来临的时候 师父 您能把手机借我用一下吗 我用一场断了联系的分离 让自己明白 只要有想见的人 无论在哪儿 都不再是孤单一人 谢谢你的突如其来 光辉了我的青春岁月 好 要不咱们喝点东西再聊聊 不用 没什么好聊的 你先送盈辉 再送我 之后你就可以走了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好好好 听您的吩咐 你知道盈辉家在哪儿吗 你就乱拐 盈辉 你家在哪儿 其实 刚才那个地方要诱拐 庄杰 听到没 赶紧掉头 错都错了 那就将错就错吧 走了 快 你带我们来学校干吗 来都来了 一起去个地方呗 走啊 快来啊 你还笑 到底什么事啊 怎么样 好看吧 好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没心思看 当年你转学 一直耿耿于怀 没有参加学校的烟花庆典 这是庄杰的心愿 他想把你错过的风景 都补给你 让你遇见他以后的人生 都没有遗憾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高三那年 你不是很羡慕 大家都能看到 学校的烟花表演吗 我就想 怎么也要带你看一次 本来 我是想在这儿 向你求婚的 没想到 今天有突发状况 你愣着干什么 你快看啊 你骗我的事还没完呢 我还是不明白 你到底是喜欢张扬 还是喜欢我 干吗他的要求 你就坚决执行 然后到我这儿撒谎 其实我是想说来的 但看到你们都在找他 期待那么高 总觉得你们可能会失望 他这些年 确实和以前不大一样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说不好 对 很难把他和以前那个 特立独行的张扬 联系在一起 怎么回事啊 他还是在意以前高考的事 也许是 也许不是 有一次我问着急了 他说自己不配见我们 说这话 确实不太像他 我们长大以后 可能跟小时候 不太像了吧 好 好 好 谢谢张姐 不客气 你常来这儿 这里你之前租的房子 挺近的 你走了之后 我就想来这儿碰碰运气 可是呢 运气不太好 五年都没碰到 尝尝吧 尝尝吧 我每次来都点这个 那你呢 别人碗里的 永远比自己碗里的好吃 这个话题我之前 在网上看过 一直都想试试 可是这几年都是我一个人 你胃不到这件事 你 还好吗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好还是不好 看上去 你挺好的 站得不多也不少 活得不难也不容易 就和很多人一样 看上去很好 长大以后 能看上去不错 就很不容易了 张扬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六七岁和二十五岁 总是不一样的 谁都会这样 可张扬不会 饿过肚子 就不会再做梦了 很正常 我是真的饿了 我的阴空 你不适你 快点 你拍拖 你拍拖 ミal 跟着你拍拖 我会想要你读何 是钓上去不错 暂停 让我守护你 感受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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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属于我们的 夜地 和你绽满我的生命 和我陪你慢慢地老去 不用太多的言语 你能看见你是我唯一 感受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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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约定 爱的证明 你在我熟悉 我熟悉 我熟悉 爱的证明 我熟悉 我熟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